世外桃源的房本 这可是价值一百多亿的世外桃源小岛啊 这和老爷子这也太贵重了吧 收下吧 小岛虽然昂贵 可比起我的性命真不算什么 况且一百多亿 在我和大贤眼里也算不了什么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多谢和老爷子啊 十三绝飞时中午 现在送的越多将来回报越大 十三收了自己这么贵重的礼物 将来和家要是有难 十三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老不死的 居然连世外桃源都送了 我这才一张五十亿的银行卡 这不是让我难堪吗 那什么 我去烫洗手间 马上往我这张卡里赚一百亿 十三先生 聂女和超龄之前签了您五十亿 这里是本金和一点点利息 两位老爷子 其实还有一件事 我想求二位帮忙 什么事 我想联合二老一起 对抗国际大空投原子基金 我想给这些 肆意轻锐我们的外国佬一个教训 我想让这些外国佬 以后听到大夏这两个字都浑身发抖 好 好 有你这样有血性的商人 是大夏之福 是百姓之福 老夫答应你了 我也答应你了 十三 你我三人如此有缘 我有个提议 不如我们三人结拜为兄弟如何 啊 这 结拜为兄弟 跟蒲城王和和红火 两人可是大夏最顶级的大佬 你要是不愿意 就算了 是啊 十三先生你乃神仙中人 与我们这等凡人结拜 的确是我们奢望了 不不不 二老误会了 我是怕我资历不够 高盼了二老 大哥 二哥 三弟 如果你想对抗罗斯和他的原子基金 光靠咱们三人的力量 是不够的 罗斯唯一一次 吃亏就是在大夏 这次他卷土重来 肯定是准备充足 我猜测 他一定是已经联合了不少大夏本土资本 又得到了滑街许多大恶的支持 才敢如此 明目张胆的来大夏 要想真正的给罗斯一个天大的教训 你还得去联合港城货家以及港府的力量采建 谢谢大哥提醒 还有 紫燕大孩子书本上的知识学了很多 实战能力不足 我就让他留在三弟你身边 多跟你学点东西了 拜托三弟帮我照顾好这孩子 不 留在十三身边 这分明是想让和紫燕嫁给十三啊 在铁的关系 也不如真正的一家人来的尽力呀 不行 我也不能落后 超群 这是你老爸我刚结拜的兄弟 马上跪下教书 什么 让我叫这个扑街大路仔叔叔 还不如杀了我算了 老豆 你有没搞错啊 他何德何能 不叫的话 就继续回去扛大包吧 三叔好 你是不是很不服气 你是不是很看不起内地 三叔我不敢 是 现在的大厦经济港城第一 湖城第二 将内地甩出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是 我告诉你 接下来的二十年间 内地将强势崛起 二十年后 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都要重视大厦的内地市场 就连霸国都不得不拉下连耍阴招 来跟大厦内地竞争 哦 超群 以后你就跟在你三叔身边吧 什么时候你三叔点头 觉得你学的差不多了 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回归和家了 咩 咩咩 咩咩咩咩 呆地啊 你怎么能 自己这俩便宜大哥塞给自己的 都是傻晚宴 一个傲娇大小姐 走路都是鼻孔朝天 一个口齿不灵力 整天咩咩叫的傻子大少 老子这儿不是垃圾厂啊 三弟 我们准备离个邮轮晚宴 离开浦城之前 可以带朋友去晚晚再走 哦 晚宴吗 好的 十三哥 你还在浦城吗 再的话来我酒店一趟呗 我有大宝贝给你看哟 哦 开车的司机 居然是何家大少何超群 苍天哪 这是哪家的豪门大少啊 这排场也推大了吧 三叔 您来了 要我陪您上去吗 浦城大酒店的主人 居然叫这年轻人三叔 老天爷啊 和后下好歹有五十多的人了 怎么会叫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三叔 不用了 我来这儿就是见个朋友 超群 你先回去吧 好的 三叔 三叔 冒昧问一句 您见的朋友是 一名艺人 叫兰允儿 哦 他在顶层的总统套房 003住 我让人带您上去 你去告诉周华 兰允儿参加游轮晚宴表演的事情 我答应了 太好了 周家再扑城也是顶级豪门 但是跟何家还是差了很多 何大嫌主办的游轮晚宴 请的表演明星全是国际知名大牌艺人 没想到 现在和后下居然又答应兰允儿 参加晚宴表演 肯定是何家想与周家交好 所以不愿意搏了我这个面子 周总能与何家交好 以后咱们周家再扑城还有谁敢招惹 哈哈 有什么大宝贝给我看啊 我难道不是大宝贝呢 哎 长得太帅也不好 总是有人缠我身子 你要是没正经大宝贝给我看 我可走了 哎哎 别走了 我错了13个 这是我新发的唱片和写真集 限量版的哟 全球仅有一百套 黑市都吵到十几万了呢 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套 宇儿 告诉你个好消息 游轮晚宴 嗯 这是哪个家伙 居然敢在蓝月儿这里 十三哥 这位是我老板周华 周总 这是我朋友十三 周先生好 云儿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我特么像挤了一颗电灯泡 蓝月儿 要不是看在你给公司赚了不少钱的份上 老子早特么用墙把你办了 云儿 那男的该不会是你对象吧 我倒是想了 可我哪配得上人家呀 游轮晚宴的表演 我替你争取到了 云儿 你该怎么谢我 啊 争取到了呀 谢谢周总 哼 现在的头等大事 是游轮晚宴 等晚宴结束后 你要是还不开窍 就别怪我不连香西域了 十三 好巧啊 你也来蒲城了 上优雅 以前上班地方的公司老板女儿 嗯 优雅 你们这是 公司几个高管来蒲城玩 今天有幸跟着沈少来参加游轮晚宴 你好 我叫沈汉 十三 你怎么也来了 我知道了 你是想占我们的便宜 蹭晚宴 文 你跟我们可没任何关系 别想占我们的便宜 我不需要 我有邀请函 就你个一千块工资的穷X吗 我看你是上去当服务员的资格都没有 哈哈哈哈 走吧 我带你们登船 很抱歉 先生 您的邀请函是个人邀请函 不具备带亲友的资格 什么 平时参加各种晚宴 都是可以带亲友的 等等我问问我朋友 沈汉啊 这院会也是他们配进的 那可是蒲城王的晚宴 多少豪门大少都还没资格进入呢 更别说你所谓的朋友了 想带人进去 那在蒲城都是数得上名号的顶流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我带他们来的 让他们进来吧 抱歉先生 我不知道他们是您的朋友 各位请进吧 十三先生 宴会的主角 这可是蒲城王的败把子兄弟啊 什么 连沈公子都办不到的事情 十三怎么办到的 肯定是因为蓝远儿 人家不是给十三面子 而是给蓝远儿面子 我之前听说 蓝远儿是蒲城王 唯一的特邀表演嘉宾 而且他本身 也是豪门周家丽捧的名 港城现在水很深 比蒲城深一百倍都不止 港城的四大豪门 才是真正被国外承认的豪门 而十三您想见的霍家 正是港城四大豪门之一 只不过 霍老爷子现在处于半隐居状态 身居简出 我父亲想见他一面都十分困难 更别说跟霍家毫无关系的您了 你有什么建议 可以从霍家的子弟入手 先建立信任 一步步地往上走 直到接触到霍老爷子为止 和我想的一样 你觉得 我该从哪个霍家小辈入手 大少霍旗港 恭喜恭喜 恭喜霍公子 恭喜我什么 霍公子红光满面 荣光焕发 紫棋东来 这是要有一场大造化的征兆啊 算命的 不好意思 虽然全港城几乎人人信风水 可偏偏我霍旗港不信 走开 别打扰我的兴致 哟 这不是霍大少爷吗 怎么着 又跟你这群酒肉朋友一起吃饭呢 郑志诚 你骂谁呢 找死是吗 记忆当中 郑志诚是一个很爱博彩的豪门公子 这是多么不孝顺的儿子 才能气死自己的亲爹啊 找死怎么了 你敢打我吗 来来来 投身给你有种就往这来 你今天吃错药了是吧 有病去医院 别在这乱咬人 郑志诚 你今天运气不佳 听我一句 今天不要玩了 回去吧 我说你小子怎么今天气性这么大 肯定是在别的地方输钱了 又跑这儿来想翻本队吧 则则 听说你小子最近就没赢过 霍旗港 你小子不意请个神官来借我队吧 行了 他不是说老子运气差了 敢不敢跟我玩一把 谁说了谁跪一下叫爷爷 行了 老子会怕你 玩什么 麻将 扑克还是头子 随便你挑 下面进行篮球试锦赛半决赛直播 霸国队对战一国队 嗯 你不是觉得老子运气差了 不如我们就来猜测 这场篮球赛的输赢 没问题呀 来来来 等等 我还没说完 没有踩头那玩着多没见 这里面有两千万 你敢不敢跟 这怎么办 任何超过一百万的支出 都要标注使用名系 若是被家人知道 我拿两千万来跟郑志诚斗气 那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和尚 我替你玩吧 输了钱我替你付 赢了钱归你 如何 反正输了也没任何损失 赢了还白拿钱 和乐而不为 哼 你不问问我愿不愿意吗 这里面有五千万 我若输了 你全部拿走 哈哈 有冤大头送钱 今天运气真好 你先预测吧 免得说我占你便宜 这可是你说的 我预测的答案 你不许选样的 不然就是平局 这是自然 老六 喂 神棍 你搞咩啊 不是应该你们俩把预测结果写在纸上吗 后少 相信我 郑志诚今天气虚人衰 运势谷底 玩什么输什么 我只要选和他不一样的 就一定会赢 你就胡说八道吧 等你说了的时候 我看你还神神叨叨呢 我预测罢国队赢 你不会也要说罢国队赢吧 当然不 你说罢国队赢 我就要说罢国队输 而且 从你这印堂发黑的程度来看 估摸着罢国队起码要输30分 这个神棍 看来是真不懂篮球啊 罢国的篮球是什么水平 世界第一 哪怕平时不看不关注篮球的人 都知道 一国队想打赢罢国队 无异于吃人说梦 哈哈哈哈 货少真够意思的 你这是故意让人给我送钱吧 先说好哈 我可不认识他 这绝对不是我请来演你的 人家都说了 你是摔仔中的摔仔 肯定能把罢国队给摔输掉 因为有上一时的记忆 这场比赛 曾经被誉为罢国队的耻辱 因为太过轻视一国队 罢国队全派的是踢补队员 主力队员甚至都没到场 最终居然以30分的大比分 落后输给了一国队 赢了真的赢了 大师你神啊 摔仔看到没 八国队被你摔的输了整整30分 一分多一分不少 就问你服不服 真是想不到啊 一国队居然包冷赢了八国队 我刚刚就该去卖房全洋一国队营的 要知道一国队的赔率高达百分之两万 三十分啊 世界第一的八国队 却被世界末尾的一国队赢了三十分 哪来罢你 我 我卡里没钱了 你搞没啊 没钱你还在这跟我玩 我郑志诚从不欠人钱 这钱我一定会还的 郑志诚 我劝你今天不要再去博彩了 否则 轻则钱财输光 重则 性命堪忧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 这位先生真是太牛BX了 简直就是神算子啊 说说看 来找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好 我想见见霍老爷子 如果不行 见见您父亲也可以 只要您让我见到他们任何一人 我保证 让霍家突破巅峰 区区一个大陆来的神棍 张嘴就想见老爷子 老爷子是什么人 不仅仅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 港城四大豪门之一的家主 更是大夏元老阁的成员之一 便是港城一把手 想见他老人家都要提前许久打招呼 还要听老爷子自己安排 爷爷 您现在给您来电话了 儿子 收购明德大厦的计划 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搞完 呃 对不起啊老豆 因为有十几户人家 一直拖着不肯卖房 所以 时间就是金钱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办事不力 拖了这么久 让霍家损失了多少钱 就你这种办事能力 你让我以后怎么放心把霍家交给你 爸 你 你再给我一星期 就一星期 行 我就再给你七天时间 七天你要再搞不定 就别怪我换了你总经理的职位了 霍手 不知道能否帮我这个忙 想见我父亲也不是不行 你只要帮我搞定明德大厦的那群雕名 我就迎接你见我父亲 明德大厦 我当时什么了不起的麻烦事 就这点小事啊 哦 你有办法了 当然 只要我出手 保管让他们自己主动搬走 什么办法 风水局 在大学上过 风水学科学解释 以及风水学与建筑学经典结合案例 等几门课程 主讲人乃是大厦国著名的科学家 风水学家 建筑学家曹学威曹大师 清楚地记得 曹学威讲过一个风水局 血盆罩进局 受到这个风水局影响的人 会惊惊惊 心绪不宁 烦躁惊恐 上一世 内地就有人利用这个局 成功地让丁子户主动搬走了 好 我只给你七天时间 如果搞不定 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郑总 不好了 明德大厦的丁子户 今天搬走了一大半 要不是我劝着 估计可能就都搬走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货家使用暴力手段了 没有 他们只是找人在大厦里 拖了点油漆 摆了点镜子 油漆 镜子 难道是风水局 你去把警保建局 请过来 这是雪光照进局 会部这种风水局的人 全大厦都不超过十人 或假 这是请来了风水高手帮忙 什么 那 居士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郑总莫慌 其他人破不了这局 我擒保健却能破 你让那些丁子户 在家里用蓝色的窗帘 把窗户遮盖岩石 挡住雪光 再在客厅多摆几盆水 日夜不停地开着电风扇 此局即可破解 哦 咱们居士 这是何原理 雪煞这种东西迎风而动 渐日水则止 对方摆下雪光照进局 那我就摆风生水起局 让他的煞气动不起来 十三 你到底行不行了 第一天是搬走了不少 可是还剩下一半的丁子户呢 哪怕只剩下一户在 我们也没办法动工 你懂吗 慌什么 有人帮这群丁子户摆了一个叫风生谁起的风水局 破了我的雪光照进局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好 喜欢跟我玩风水局是吧 那我就摆一个风生鹤立局 看你怎么跟我到 本期 vous sube